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王一博拥有庞大而忠诚的粉丝群体 根据网上公开数据,截至2023年7月13日 王一博在某博平台上拥有4200万左右的粉丝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1800万左右的粉丝 在某音乐平台上拥有1200万左右的粉丝 在某超话平台上拥有350万左右的粉丝 总计起来,王一博全平台的粉丝超过了6000万 这些数字足以证明王一博在娱乐圈中具有极高的人气和影响力 而这些粉丝中,不乏对王一博忠心耿耿,不离不弃,权力支持的核心粉丝 根据某数据分析机构的报告显示 王一博在双十一期间代言产品销量突破2.5亿 其中核心购买人数是30万 这意味着每个核心购买者平均花费了833元 购买王一博代言或推荐的产品 这样的购买力和忠诚度,在娱乐圈中也是罕见的 这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和心理机制呢? 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分析 1. 为什么会成为流量明星,身上有何闪光点? 首先是他不断追求梦想和突破自我的精神 他从小就对舞蹈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 参加过全国IBDA街舞大赛,并取得了16强的成绩 他在2014年以UNIQ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 展现了自己在唱跳方面的实力,获得了多个音乐奖项 他在2016年加入天天向上成为天天兄弟阵容中的一员 展现了自己在主持方面的才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他在2018年开始涉足演艺圈,参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展现了自己在演技方面的进步,获得了多个演艺奖项 他在2019年加入万里达亚马哈车队成为职业赛车手 并在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展现了自己在赛车方面的激情,获得了赛车界的尊重 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人可以有多种梦想,也可以有多种可能 他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了大家,只要有勇气和坚持,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心愿 王一博用自己的梦想和突破给大家带来了正能量和启发 让大家看到了努力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是他积极传播正能量和社会价值的态度 他在自己所从事的各个领域中,都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和勇不放弃的精神 他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时,都保持着一种坚强乐观和勇敢面对的态度 他在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社会责任中,都保持着一种关爱他人和奉献社会的情怀 他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激励和感染了无数人,尤其是年轻人 让他们有了追求梦想和实现自我的动力和信心 王一博用自己的影响力传播了正能量和社会价值,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再次是他真诚互动和关爱支持的方式 他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各个领域中的合作伙伴和同行们,都保持着一种尊重,友好和谦虚的态度 他对待自己的观众和粉丝们,都保持着一种真诚,热情和感恩的态度 他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和大家进行互动和关爱,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回应大家的关心和期待,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支持大家的梦想和选择 鼓励大家的努力和进步,安慰大家的困惑和伤痛 王一博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大家的心,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温暖和力量 王一博用自己的互动和关爱,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让大家成为了他的朋友和家人 2.强大的吸粉能力背后,反映的社会现象和心理机制 首先,偶像崇拜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需求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有时会感到无力和失落 偶像崇拜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和支持,让人们有一种逃离现实,追求理想的渠道 偶像崇拜也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自我实现和自我提升的动力 让人们通过模仿和学习偶像的优秀品质和行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自信 偶像崇拜还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让人们通过加入粉丝群体,与其他粉丝分享情感和信息,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和友谊 其次,偶像崇拜是一种社会认同的表现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会将自己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将自己所属的群体作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人们会对自己所属的群体表现出更多的偏好和支持,并对其他群体表现出更多的竞争和敌对 粉丝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会对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表现出更多的忠诚和热情,并对其他偶像或粉丝表现出更多的批评和排斥 这种社会认同可以增强粉丝的自尊和自豪感,也可以增加粉丝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再者,偶像崇拜是一种认知失调的调节 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不一致时,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紧张感 从而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态度或行为,以恢复平衡 粉丝在崇拜偶像时,可能会遇到一些与自己原有的信念或价值观相冲突的信息 比如偶像的负面新闻,偶像的恋情,偶像的错误行为等 这些信息会引起粉丝的认知失调,使他们感到不安和困惑 为了解决这种认知失调,粉丝可能会采取一些方式,比如否认或忽视这些信息 为偶像辩护或找借口,攻击或贬低这些信息的来源等 这些方式可以帮助粉丝维持对偶像的崇拜态度,也可以保护粉丝的自尊和自我形象 偶像崇拜是一种自我知觉的结果 自我知觉理论认为,人们有时会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来推断自己内在的态度 粉丝在崇拜偶像时,可能会参与各种与偶像相关的活动 比如购买偶像的作品或周边,关注偶像的动态或消息 参加偶像的演出或见面会,投票或应援偶像等 这些活动会消耗粉丝的时间、精力、金钱等资源,也会表现出粉丝对偶像的支持和喜爱 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些行为,粉丝可能会推断出自己对偶像的崇拜程度很高 从而加强自己的崇拜态度 这种自我知觉的过程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循环 使粉丝的行为和态度相互加强,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 综上所述,王一博吸粉能力有多强,不仅取决于他本身的魅力和实力 也取决于他所满足和激发的粉丝心理需求和机制 王一博作为一个流量明星,在享受着粉丝文化带来的支持和爱戴的同时 也展现出了粉丝文化所需要的魅力和品质 他不仅在自己所从事的各个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也在自己所展现的各个方面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明星,也是一位有着正向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品格影响了无数人,也被无数人影响 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人,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喜欢和支持的人 他用自己的赢力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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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力